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想像 也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想像 好 那這個劉教授 我先先 好 會長 你也要鼓掌太多了 因為剛剛教授講說兩件事情要做 有些什麼問題 蔡英文簽名的那一個光碟盤 那一個太陽碟盤 在立法宴 現在放在立法宴 但他簽名的時候 我有在現場 所以 確實 那你以後有機會就教訓大家去看 第二個說那個太陽碟盤會發電對不對 他說現在可以 但是我說那現在可以用 今天我們當然可以用 他說晚上的那個一個部落 他們不希望有更快 之類的 我知道他晚上好像有一次來這樣 所以 所以 他說 明天才能亮 明天九點會亮 燈可以亮 他沒有問題 明天九點 好 那 那 今天很高興 大家 做我認真在這裡 待了五天 那就像剛剛張教授講的 大家都是種子 將來的力人的推動呢 就是要靠大家 大家要加油 那 晚上呢 因為我 中午的時候聽到說 有一對夫妻結合以後 來這裡度畢業 是最好的 所以我很高興 我就買了一個蛋糕 一個蛋糕 然後 順便一下晚餐的時候 大家 親自去想 親自去想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大家對這個營隊 有什麼問題 好 那 那個 明天九點 好 我 那 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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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個 劉士文小姐 在 我們 還有 劉士文小姐 在 準備營隊 準備那個 我在這個部落 1995 到現在 差不多 所以 剛才 提到 會長提到 那個 今天會是不亮 這個部落 我這樣看著 他的那個 阿拉古阿 我們叫阿拉古阿 就是你們看到 我們進去的主會場 那個阿拉古阿 那個阿拉古阿 是 我就看著他慢慢的出來 我從過去的文史調查知道 他在 台東本來在活動中心是他阿拉古阿的所在地 後來因為 向往水泥 那 消防所說 我們 那個 木造的那個阿拉古阿 我們有水泥的 那時候說 水泥粉絲 哇 水泥多賺 我們把它賣了給服務商 那時候 但是要配額款 四萬塊 所以他們原來 木造阿拉古阿 就賣給了服務商 然後來當作 這個今天看到的水泥活動中心的配額款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水泥的活動中心 讚喔 讚喔 讚 讚 上面再加太陽能板改善一下 其實就是說 今天水泥曾經 我曾經看過那個原住民 說水土保持局 因為我們在推生態工法 那個水土保持盡量能夠生態工法 我們原住民 阿拉古阿拉古 一定要這個局長 一定要阿拉古阿拉古 阿拉古阿拉古 這個東西 水泥跟米形 我們曾經這樣 就對科技 對核能 對水泥 這樣 米 就是 我只好 需要它啦 阿拉古阿拉古曾經歷經過這樣 不久之後發生了一個 一個颱風 一個颱風 然後加上他們原來在山上呢 是石板 架屋 每一屋都是靠得很緊 那我今天這一次是想帶你們上去 那是因為颱風很關心 所以有機會下一次再帶 那他們呢 上面是石板家屋 石板家屋呢 切到這裡之後 變成毛草屋跟竹子屋 所以一個奔風 加上有一個星星之火 在1969年中 整個燒掉了 好 即使燒掉了 發生火災 如果說那時候 你有把阿拉古阿拉 那個 阿拉古阿拉 那個 賣掉的話 至少都還有人在巡邏啦 晚上都有人巡邏 而且一喊叫的話 馬上有幾百個人可以來突破 但是已經解散了 所以就來不及了 所以死的是幾個人 在我們下面也有火災紀念堆 這個 以前叫大蘭 它改成東星 名字叫大蘭 這大蘭大蘭 事實上是我們服飾的 八八虎鐵蛙 當時在寫台東週採訪冊的時候 叫大蘭大蘭大蘭 大蘭大蘭大蘭 那個戰鬥音 哇 這太複雜了大蘭 這字就解釋 大蘭大蘭 就寫成大蘭 那這個部落 它是我相信至少千古 因為我們隔壁就有一個69代的部落 它認為跟他們是同期的部落 就是千古的部落 那裡面呢 為什麼能夠維繫他們部落 沒有被其他族群吞滅 沒有被荷蘭人 還可以把荷蘭人趕出去 憑什麼 部落就是有這個布格斯 我沒有辦法發立這個東西 就在阿拉伯瓏 你敢發立成男人會館 也不太像 好像是在那邊玩的 不是 今天晚上 男人會館呢 你說是不是會館 就是 明天要變成外沙浪 很多人歷經巴黎色 印度外沙浪 今天晚上 要變成外沙浪 外沙浪 可以開始戴花花 可以開始穿有彩色的衣服 就一個男人來講 這是成年 這成年裡面 要被 從我們講這個 被淋滅 用養人口 這樣打全身 整個會腫 整個會腫 這個過程 然後 不乖 最後的訓練 就在今天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 暗黑的天 都沒有燈光 他們自己處理 你要不要那個 明天 如果晉升了 在大會 你就會看出一切人出來 他是經過今天晚上的 魔鬼訓練 最後 那個叫天堂路 這個步 今天是這樣 那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叫Bugas 在過去呢 是在山裡面跑 那個跑 我們說馬上送 馬上送是跑平野的 阿倫馬克是跑山的 上上下下 我們辦做第一屆 還沒辦第二屆 那個長跑比賽 下坡的時候就輸了 長得太高了 就變成殘障了 剛好我們做個頂底屆 這個剛好 這個身材瘦小 跑上坡下坡 像蝴蝶一樣 那個就是他們的 長得 所以Bugas的冠軍 連續三年之後 就會長得 長得 長得就是名人堂 蝴蝶 代表 就是說 你的家屋 你的衣服 可以秀蝴蝶的形狀 用蝴蝶形狀 代表你在部落的相當地位 那地位是這樣 那比白荷花 比白荷花 很多男人都有 但是 蝴蝶的可能 現在兩位還是三位 會有 整個部落 所以呢 那你要怎麼訓練它 可以進部落 然後那個阿拉伯瓦 開始就是絕食 絕食到 讓你的瘦小 當你在發育的時候 給你絕食 讓你的身體清明 像我們張伯榮 張教授的 真的 那個以前就是 那種就是 超收是 不用太高 也不用太胖 細細瘦瘦的 那一種 奔跑得很快 可以在山上面跑的 從這裡跑到霧台 早上跑 下午就到 我們直路要七八天 要跑的 直接跑的 所以你要知道 台灣剛開始的那個 區運動會 就是所謂的盧凱族 在拿一二三名 那是有它的文化背景 這個文化的最主要就是 在整個地方 霧台鄉 藍馬克 還有茂迪鄉 他們共有這個 跑山文化 所以為什麼 那個荷蘭人 在地方沙爺 泰馬嶼部落 很多部落都被荷蘭人 幾乎都被他們殺了幾個幾個 只有這個部落 他們把他列為敵對的 因為荷蘭人是被殺出來的 這個部落有 這樣啦 我講話多一點 我在評 因為你們看了那麼多 每天在那邊看 是什麼東西 寶皮 因為這個很多字 好像都是我寫的 寶皮 還快了 這個東西 他每年有這個活動 所以 今年 大概在禮拜一 不夠十比賽過了 這個 你們好像有一些 來禮拜二 有一些同學 去觀念 對 好 以上 解釋一下這裡 不然 不清楚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劉炯席教授 這麼精采的 只有這種 這種的解說 這種的分享 就是讓我們 長了非常多的知識 謝謝劉教授 那 接下來 剛才這個 劉會長說的這個 那個 Sweet Couple 來度蜜月了 後來走進來 就這樣 不要發聲 是你們兩位長 對不對 對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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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到他們的歌 好 誰是那個 誰是那個 沒有啦 我只是跟哥哥說 我蛋糕已經買好了 已經化在冰箱了 晚上一起來 幫他們慶祝一下這樣 那 接下來我們就 開始來做 我看到那個 聖術 不是 聖術 徐老師 聖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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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聖術 五天 mesi 我也到了 還有好多 不太不太熟悉 潘流 好辛苦的 這樣子 好多人 我們今天 真的請大家都 把自己的想法 講出來 然後 不要讓我點名 不要讓我點名 就是趕快自己就 搶著 來搶麥克風 拜託 趕快來搶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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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 我負責逼麥克風 我以為妳要講話 妳要把麥克風拿好了 那個時候妳開始講好嗎 好 好 麥克風 她比哪邊的麥克風 妳講完了 聽給誰誰 就這樣 大家好 我是欣慧 就是這幾天的工作人員 然後 我 因為大家對於那個 其他在生能源都有一定想像 然後我只是剛好想到有一個 我們其實在第二天的晚上有 那個地熱的解說 然後其實我覺得 因為大家其實一直都沒有聽到地熱的部分 但我覺得 其實在聽說上面 其實是有溫泉可以挖的 對 所以如果說能夠再加入地熱 去評估說 是不是它可以作為一個 拉瑪克的機載電力 就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想說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然後 然後 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好了嗎 對 那個李教授說 不要把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所以要多遠 對 就多了一個地熱 對 多了一個蛋 就多一個蛋 對 李教授問個地熱給他 好 我告訴你一下 好 如果要從那個病點系統 離我們水力發電廠 好 那這邊西的話 大概 2.5公里的地方 好 有一個 例如說 不全能露出 好 他是露出而已 好 但是 可能 因為 不是很強盛 對 但是有露出這樣 可以看 可以看 看看 對啊 好 這也是一個想法 對 好 你有全力把那個麥克風開要交給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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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問問題 可以啊 好 就 我這次來 就是我這幾年聽夏輝說 認為說 打瓦馬克他們附落 會同意 讓綠能進駐的部分 原因是因為 他能夠得到能源實質 就是 意思就是說 他們好像可以得到一個獨立電腦 對 可是 照我 這一點了解說 那個水堡 他已經跟 就 已經是跟四電就是結合在一起 所以他們不管得到一個獨立電腦 那我不知道這方面 你們會怎麼進行處理 因為這樣好像不然就得到 他們 得到他們的藥質 或者是就單純是 太陽的指標 好 好 來 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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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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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電齁 電就是 電就是送上去 他 他水力化電的電送 跟我們的電都送上電網 他也不一定要去搞一個電風 只要我們出去的店比我們用的店多 那我們就是百分之百的那個公園資訊 對啊 其實這個是第一步 那如果要真的要搞到社區型的偽店 那個是我們未來美好的願景 當我們到達那一天的時候 我們也是可以把球皮包店長吃下來的那一天 吃下來啊 對 希望有一天能夠 能夠到那一天啊 跟各位同學就是你們要 雖然上課我們有的時候理論有一點艱深 比較想睡覺 但是你們要了解你們今天 真的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我們可能臺灣原住民部落 這麼久的傳統祭典 第一次有太陽能防 而且你們是從大家的手中拔足起來 對 其實這個未來 希望明年回來看的時候 可能部落可能有十戶了 好 那後年二十戶 那個三年之後一百戶 那四年之後 現在是要選總統的時候呢 這邊已經全部都是綠能部落 那如果能夠發展成這樣 都是今天在做大家的分擾 對 那個不用太煩惱那個店的問題啦 反正我們出去的比我們用的多 那我們就號稱是百分之百的能源自主 對 那個太煩惱可以再版下面簽名嗎 可以啊 好 簽 簽 我們還有剩下好幾篇啦 可以簽 可以簽 好 那個我等一下去把另外一篇再過來 我們晚上那個為什麼會比較晚吃 是因為那個媽媽吼 所以要煮好一點給我們吃啦 即便晚餐 對 那所以我們一邊吃的時候就一邊簽 然後我等一下去把那個設備搞破了 好 那個理論上吼 理論上 因為今天是一個很關鍵的意義 就是我們裝上去之後呢 部落沒有任何不好的聲音 對 那很重要 對 所以呢我們應該是 我就順便講一講就是 我們那個八月可能八月二十吼 可能八月二十 現在正在接洽當中 八月二十把經營部長請過來 跟我們一起裝太陽能板 我們再接洽 然後在活動中心上面 那我們裝的太陽能板就可以 給活動中心的那個居民白天用電用 我們努力看看 那如果八月二十大家有時間 就是二 就是可能是五六日或六日 就是那一週的時間 對 那因為大家手邊還有兩千塊的押金 在我們身上這樣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兩千塊押金 要回去 就是那一天來也算數 要不然 我剛剛討論過就是要大家 沒有沒有沒有 這還沒有我們 我們剛剛有討論過 就是要大家去找二十個高空建築 有點困難 所以就是拜託回去 要不然你如果能夠交一篇 兩千個字的那個新的報告也算了 好不好 兩千個字新的報告也算 那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那個八月那一天 我們一起來 把活動中心 五頂的太陽能板搞起來 那也算 只有兩個任務都算 那 非常重要 謝謝大家今天這幾千的幫忙 下次來你們看看會不一樣 然後都是大家得功能 你下次可以帶你們的小朋友 那個 那個 六零耶 下次你可以帶你小朋友來說 那個 那就是媽媽蓋得太陽能板 好不好 希望有哪一天 OK 好 補充一下平衡 不一定每年來一次 剛才講八月二十號 也希望大家再過來 而且說真的 大家的參與不是說短暫的 希望你一直關心 這個太陽能板的計畫 當阿魯馬克的這個 部落的一個大小事情 大家可以隨時再進來 你們來這邊 比較驚人這樣驚驚的 我們未來這個 就是一個 關心的 一起參與做夥伴 但是有人在移來這邊 住也是一種可能 真的 真的 來 我們再往下看 有分享你的職業或是如何 那我也提兩個問題 然後第一個是 對不起 我打斷一下 就是 剛才忘記講說 要講話的人先說你是誰 知道嗎 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洪偉智 然後 我的綽號叫重福 對 對對對 然後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 就是這幾天看下來 就是 部落想要從能源自治到 部落自治 但是 目前 很多的東西都是 中央 然後 不願意授權給地方 所以地方很難做事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要怎麼讓台中縣政府 就是 呃 就是 優秀的所謂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 在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那個 聽 當在地區民說 就是 現代科技跟 原住民傳統生活 形態結合 會解決很多生活困境 但是 我那時候 忘記繼續追問說 那 他們覺得這樣 就是 解決什麼樣的生活困境 那這樣 對他們的 生活型態 變化是什麼 什麼樣 所以他們 然後對於這個 這種現代科技跟生活 傳統生活型態結合的想像是什麼 好 柔子 這是大災問喔 呃 好像要脫公投這樣子 哈哈哈哈 不過我們這邊有那個 呃 好 縣政府環保局的人員 呃 呃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邊 還是環保局的人員 沒有辦法直接做 這個東西 如果 在未來做這一塊 這樣 會要 拉到更高層 其實我們是環保局 對方會 就能決定這些東西 所以我不能 這麼多做 這樣子 未來的 回答 不敢做 做 這樣 我們不會錄影 沒關係 說真話 我們這個 缺短 太狂缺短了 太狂缺短了 對 因為我們 對 我必須要 呈現一下 我們的身分 雖然我是代表環保全世界 但是我們 是他們的規範廠商 我們還是要依照他們的規畫 去做很多的事情 那在綠人這一塊 以經典的短期來說 他們不是由環保局的這個單位 去做推廣 對 所以這一定有點 不好意思 這是超出我們的版本 但是我們 在做社區 就是以我們的業務裡面 來做社區這一塊 我們還是會 跟鼓勵居民去做 開園跟潔流 會鼓勵他們去推廣這些綠色服務員 那有一部分的經費 也都會投入在這一塊 所以想像應該是跟大家想 未來的經濟人員 是差不多的介紹 那請問現在 台東縣的現況是 再次能源這一塊 實際推動的是 哪一個局處的 權責份 或者是 或者是 縣議會 或者是縣政府 比較有 直接的意想 因為這一塊 我 據我的了解 在社區 因為我的接觸 都在社區裡面 所以在社區這一塊 那其實大部分都是跟產業 是整個 整個 整個 對 直接跟產業所的利益 理查 我們他們那一塊的 直接做HQ的接觸 或者這樣子 再次去想 不好意思 可能沒有辦法直接回答到 大家想要的答案 請問 請問 來 這邊談一下這個 知識的部分 現在 廣告處在 限制制條例 人員 知識條例 本來7月12 要召開 那現在因為 颱風又引起 不知道什麼時候 都要發夜要召開 但這個可能在 知識條例方面 這個是上面 上面有個卡 卡住來 因為電影也把人卡住 這個可能要請我們會長 大家抗爭才有辦法吧 不要怕台電人的霸風 我們現在跟政府的關係一樣 所以不要每次都判斷 我們先溝通 如果他如果有願意的話就好了 他不是願意我們再來 不要每次都換桌子這樣 對對對 那另外我先講說 我不然以科技跟原住民這一塊 我在這一個地方20年代 我用一個字叫Recovery 這個Recovery用英文字翻譯的話 關於在我們野生動物 我們叫做富裕 然後在我們人類我們不叫富裕 我們叫重建 我們的文化要重建 那重建是一個不是復古 不是復古 回到過去從前 鞋子脫掉啦 衣服發掉那種 而是說 跟我們叫重根發芽 這個Recovery就是我根根沒有斷 但是我是邁向未來的 我要過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們這樣永續 是一種發展權 1986年發展權先延 然後我們又要環境先延 1972年人類環境先延 這兩個要能夠兼顧環境 也要兼顧發展這個人權 這是一個人權 所以我們今天原住民 不是叫他回去 回到過去 而是說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700公尺的地方 有他們的以前叫卡巴里瓦 就是他們原來的部落在那邊 那邊我們也有派 很派人板 所以剛才秉恩在講說 8月20號 這個部長如果來的話 我們如果說同學要來的話 我們台中大學好幾個學生 現在可以做工啦 幫忙蓋那個阿朗戈 我們這看到山下有這個阿朗戈 我們大概8月的時候 必定山上的阿朗戈 也要落成啟用 那個地方也是有電的喔 也是有太陽能光電的 那就是說 我們今天甚至呢 我們用石板交屋 過去是石板交屋 我們在石跑 怎麼用太陽能板交屋 我們今天這次看很多石板 對不對 那個顏色跟石板交屋很像 但是石板是不會發電的 那我看到他們可能也可以耐台工 所以我們耐上未來的生活 會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們的文化並沒有要斷 跟這一塊土地跟祖先來斷裂 所以我把它叫做重耕發芽 recovery在我們部落來講 有一點重耕再發芽 發芽就是一個發展 那科技 尤其能源科技 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部分 我們先從這裡開始 8月20號在劉獎 他如果來的話 我說帶他們上上過夜 好 好 補充一個所謂recovery 或是 剛剛講 劉老師講一個 從燈花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請示 或是一個提醒 我們基植於這個土壤 土壤是一種文化 一種鄉 一種社會 一種社會 在地的社會 我們根不要斷 對大家的場來 或是這些出去的這個子民 都再回來 那麼 生物再搬回來 那我們也希望有更多的種子 種子出來 又是一個新的 一代新的生命 可能 未來去很多地方 很多 可能有這樣的一種精神 來 重新開始 去發 我只是簡單的補充一個 就是說 你剛剛那個問題 也要問你自己 就是說 因為其實 不用等政府 你知道嗎 我們其實可以做盡太多了 我們現在 就是 那個政府的 速度已經亂到 實在是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你一個公文那個 我常常開玩笑說 因為那個 之前有來過那個 田委員 有沒有 田秋季委員 然後現在跑去那個 黃毛立委 然後現在跑去喬委 會讓復原站 我就開玩笑說 他要上個廁所 都要逼公文 就是說 他們太亂了 可是因為現在 NTO速度很快 而且網路速度很快 所以如果你真的在 我希望大家說 就是 或許也可以說一些 這是隱類的感想 所以 我們沒有辦法 我確實是 我知道 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 那個 人力跟努力 確實有限 所以 當然有一些 可以改進的地方 你可以說 或是 這是隱類的感想 然後 另外一個是 你看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人 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你應該可以想一下 自己想想到 你可以在自己社區做什麼 其實只要下去做 可能政府會跟著你變 其實也不一定 你什麼都要靠不靠政府 怎麼樣 對 我覺得這個部落 如果真的 我們這樣弄一弄之後 然後 他們 他們就跟著我們 變了 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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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你剛剛提了一個很好的意見 非常對 因為 我記得 應該是去年還是去年 4月份 我有機會 跟很多韓團的 他們有一起去南韓 他舉行那個 全世界的Eatling 是城市級的 環境保固 和戰士能源的 那個 的 一個協會 它不是中央 它是地方層級 那 內地 應該 那一年剛好是首爾 首爾主辦 所以我們去韓國參觀 然後 因為 首爾他現在也在做 他自己城市的 能源轉型 還有戰士能源的推動 他的 他的 首爾是 目前 據他的簡報是 全世界人口密度 最高的城市 超級城市 它來平時不是大 大城市 它叫Mega City 就每 每一平方公司 住的人是 全世界的所有大城市 民進度最高的 所以他一個 好像 光首爾市就 差不多一千 好幾百萬人 台灣的一半人口 是住在他們 首爾市的 這個區 所以他在做 能源整型的時候 然後 他們非常非常的 依賴是 民間團體 還有地方社區的 居民 去做火車頭 那不是公家單位 然後 其中一個主委 就是在那個 他們的市政府的 推行組合裡面 或是 社會人事情緒 或者是 跟基劉的團體進去 那那個 主要的負責人 其實 我們自己在拜會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 千萬不要 回去 因為我們後 後面 後面的行程 會拜會到 我們看 首爾市政府的 就是 市府的人員 然後這句 我跟您講這句話 是實話 但是你不要跟他們講 你上看你 你說 比如說 要做的話 永遠民間的速度 和民間的那個vision 會走在公務部門前面 所以 一個計畫要成功 是 民間單位 我們市民自己說 我的理想在這邊 我的目標在這邊 我要做到什麼程度 然後 把所有的規劃做好 然後交給 公務部門去執行 因為他們公務部門就是 人家 依法辦理 他就是很 很 很反應 然後 法規 剛剛 你不要讓他去做 你去做發想 那永遠 你這個國家社會 永遠是落後於潮流 大概二十年三十年 我們民間團體坐火車頭 我要做到這個程度 我這個部落 我要達到這個目標 好 那我要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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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那交給 憲政 憲意 憲意 我要達 我們這個地方 我要達成這個 那你是我們民意代表 那你要 代表 我們部落 代表我們 這個社區 或者代表我們這個 這個 這位市民去發言 我要做到這個程度 那負責 讓公務部門去執行 我們要做到的那個 那個問題 他們是這樣做成功的 所以他 我就記得 他說那句話 以後 我們所有人都不照 因為他說 全世界的公務部門 就是有那個惰性 就是比較保守 永遠是比較保守 不論是哪一個國家 公務部門的 一定會比民間 企業或民間團體的那種 就是行動力啊 或者他的Vision 那個想像力 一定是比較落後的 那 不要說 什麼事情 都能夠你是公務部門 你要 你是 就是你要 就丟給他們 那其實到最後 是害了我們自己 因為 因為他們自行不利 是請所有的福利 就是社會的進步 或社會福利 其實是影響到 我們一樣的生活 那我要 我的社會進步 我的生活進步 從我自己開始 就比那樣 還要講 我要這樣子 所以 你是我們選派出來的 你是公務員 你是執行的 所以你要達到 我們民間 民眾的那個 那個 的要求 所以 那個 關鍵看法要改過 我們要走在 政府前面 我們 我們 方號司令 他是出責實行的 我們 會接 他們也會接 他們 對 對 剛才 對 對 我要 謝謝你們 各位在座的 你們已經 從你們開始了耶 想想看 多少個同學 你們都是台東大學的嗎 你們有幾個人來 四個 四個 對不對 台東大學有多少學生 同學 有沒有一萬 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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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 四個 四千中間 你們是不是從你們開始 對不對 還有好多 台南大學 不是好多 台南大學的 那幾位 三 三位 你們也是從你們開始 對不對 好 還有喔 再慢慢往前推喔 最可愛的那個高二 高一要升高二 從新竹來 要不要給他鼓掌 過得了 這個新竹來 可能要很愛他 因為他有時候會跟你求援 他昨天看了那個 洪春景老師的影片之後 他立刻邀請洪老師去學校 去他的社團 那時候有點太遠 洪老師 建中 對 做的建中 對 OK 然後呢你就那個 燕涵啊 你就可以找 鍾老師 好嗎 很近 好 然後呢 整個今天會有這樣子的活動在這裡 那就是環保聯盟嘛 環保聯盟就是走在社會 這個走在政府的前面 對不對 然後呢環保聯盟的這個再出現 就是我老公在38年前就開始反對核能市場 有沒有就一個人啊 然後再加兩個人啊 然後就變成現在是幾十萬人對不對 各位 所以你們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們每一個人要給自己掌聲來拍拍給自己拍拍照 你們已經在開始了 最高興就是那個環保局也有代表來 你在你們局裡你就開始 對不對 不要說我要等公文 你那個公文一拿到你就說 這個什麼地方不對你就給他 今天的理念就給他放進去 謝謝你們喔 都是自己開始的 好嗎 太好了 然後那個國良說我來的重要任務就是搞公關 謝謝 謝謝 那 下一棒 下一棒呢 下一棒 剛才是 對對對 好 每次都是這樣耶 一開始都沒有人要講 那到時候時間不做的時候大家就要講了 我叫徐宣耀 然後我對於說 未來就是 部落要規劃就是 若是多元的 或是能源的 就是自主能源的社區 這樣 就是比如說水利公利 這一些 就是 就是 未來達到就是 跟海電用電的時候 就是靠自己生產能源 那對於這個 那部分的一些防災的 就是它可能是 或是失火 斷電 或是出故障 那如果是只靠 每一個的 個別的系統去 就是去回報 這樣的 處理的速度會很慢 那 因為目前好像 在工業界就是有推工業4.0 就是透過 他們是 好像是工業運 就是有 有補導企業 就是對於說 就是讓企業人可以 透過一個手機 就可以知道 每一個合出廠方 然後每一個設施 現在目前的狀況 然後 那就可以及時的去 做應變 那我們覺得未來的說 如果 能源要自主的話 那這些 產電的這些 能源設施 對於 部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 你需要把它統合在一起 如果未來有 更多的資金 可以 這個統合系統 還沒發展 對 這個就是連結 社區連結的重要性 我不禁想要回想這個 跟許姐說的 就是28年前 29年前 那個時候沒有網路 也沒有Facebook 也沒有LINE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在西竹李長榮的抗爭 我們要叫人來 發生事情 要叫人家來圍場 我們是怎麼叫人的 大家想打電話 哪有電話 我們圍在工廠前面 是一個棚子 哪有電話 沒有啊 那時候連PB call都還沒有耶 哪有公用電話 哪有人接啊 對不對 你知道我們怎麼做 超羅 才28年前 還沒有30年前 已經實在已經進步到 現在用一個LINE APP 就可以去聯絡了 是不是 所以社區的連結是非常重要 我們好像變得比較疏離了 因為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大家都在滑手機 那跟你拔手機可是卻可以跟千里外的人聯絡 那麼社區的連結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透過這樣子的活動或者是 這樣子就可以把獨立的電網或者是怎樣 就是把它連結在一起 那需要 種子 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最好的種子 然後 還有誰要發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黃曹 然後 我沒有問題要提問 可是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暑假 我花了一個月 我從桃園來 然後 我暑假花了一個月 然後 加上一年級 現在十二年級 花了幾乎一年的時間 帶來台中 的一些心得 然後 就 前天把它整理成 自己寫了一篇小文章吧 然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在台中上課的日子中 就是 人和自然接觸的機會是相對的 但還是不夠 然後在 跟永永騎老師 還有學長 的關係之下 我了解部落文化 然後 暑假花了一個月 在部落裡面學習 也看見了 我從沒看見的 然後 也了解了大致 更重要的是 心理上的情況 然後 在這裡 感謝寶寶 然後 在山上的日子裡面 之後都會告訴我們 就是 許多我 從來沒有設計過我的思維 他說 要走 真正走進山裡 才會知道地球發生什麼之間 然後 這是在交談中 我們聽到的 然後 也是我在山的而不讀中 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 地球什麼的 從小到大 不斷有人在告訴我們 然後教導的時候 環境被破壞 然後地球面臨危機什麼的 可是好像教導起來 對我們來講 反而不斷 然後 當我真正走進山裡 我發現我看見的 比我被教導的人 還更為嚴重 就是 就是 當我們自己的東西被破壞的時候 我們會感到悲傷 會感到生活 但是為什麼 我們控制的土地 被破壞的時候 我們卻無動 然後 文明是我們退化 無法和大戰 溝通 這是我這一個月 最能體會的一句話 就是 聖靈可以照顧我們 可是我們去旺人如何使用 有植物 動物 有水 然後 我們就為所謂的文明 然後肆意破壞 然後 飛到地球即將成為一片肥 才能真正感受到 大病的人 夫妻和悲憫 在我們生命到的盡頭 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能留給後代什麼 不是金錢 不是名譽 而是這片大自然的生命 這是 前幾天幫我們上課 避免科中我講的 所有的文明 終將被取代 回歸自然 但自然 不再去有生命的時候 我們能力也不能存活 天地萬物皆有生命 人有生命 動物屬也有 生理也有 當我們了解他們的生命 感受到大地的呼吸 我們會珍惜尊重 而且會愛護滑入 此時此刻的地球就在呼吸 所有人類真正了解自然的重要 才能快速恢復神經 然後下面這句話 是我自己講的就是 當自然受到破壞 破壞者不滿可惡 但更可悲的是 了解地球的災害 地球的災害 卻還選擇接摩的人 是更可悲的 謝謝大家 那是誰 會確認清美的人 學過長期的信仰之外 再講一下他的 各所秀儲的學校的背景 讓我們可以 喔好 聽到了嗎 我衝啊 我衝啊 還創學 我讀 葉劍 來 這邊要拍了嗎 給維俊 他去投稿喔 我們喔 我們要把他那邊炸灰 那個 把他環境的那個 貼看裡面 要把他看出來 來 請 大家好 我是馬維俊 然後呢 今年生大一是 現在讀 要讀十大的電極 然後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來這邊學到的心得 那些的話 這是 因為我高職開始就是讀電極的 就讀了三年 可是學校教的很少 教到新的科技 就包括太陽能啊 然後呢 你發現就只有提一點點皮毛 因為主要還是就是 傳統那些電動機 那些 所以這次來 就是剛剛就跟大哥 他們就是一起就是 架太陽門板 然後接電路 才 我才意外發現說 沒有想像中複雜 因為我本來想太陽能出來 直流電腦要轉換 還要 穩壓 然後還有控制品那些 會接到很複雜 等等 都沒有想去碰過這一塊領域 就沒想到 現在就是一顆便流器 然後全部包在裡面 然後就input接上去 開電 然後就出來了 對 這一點讓我很訝異 就是沒想到現在 實在在進步 實在進步了 實在要是學裡面 哪一個東西 你家電機器 就要是學裡面 對啊 不用搶我啊 哈哈 不用裝置尋火 讓我很 surprise 就是這一點 然後這幾天在這邊也就是 因為 就我小時候 我小時在山上 然後後來 不到高中 就到市區 然後就很久點回山上 然後這幾天來這邊 又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就是 山林啊 然後呢 比較少人為的東西 然後可以看到星星 我在台北很久沒看到星星了 對不對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還有呢 還有誰 不是 微聚嗎 對 你要把麥克風交給誰 或是有誰自告奮勇要搶麥克風 好 那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陳皓元 然後是就讀同家大學的 衣術管理學系 然後 因為 我是在網路上看到 就是 這個活動的消息 然後就覺得 想說 就是 有可能 因為那是綠能嘛 想說綠能的活動也對 想說 可能在將來 可以借由綠能 結合運輸 然後來達到更高的效益 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idea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要在旁邊這位嗎 怎麼樣 你覺得很燙嗎 大家好 我是 劉翔安 然後 我現在剛考上 淡江大學經濟系 然後 呃 原本參加這個營隊是因為 就是我 我爸 問我說要不要 來參加 對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好像還不錯 所以就 然後 好怪喔 你爸爸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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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是 就是 他好像也是 跟環內有的關係 環環連我的 伊蘭委員 有比氣質 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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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還對 就是綠能這個 方向是 就是 一致段結 就是有經過 但是 沒有很了解 然後經過這次的營隊 我就是變得 就是 聽到 的 是 你 說 說